你好 艺术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松倩 前段时间因为疫情的原因 大家都在家里面待了很久 那其实这段时间就是 自己跟自己可以静下心来 做一个交流 包括思考很多的事情 发掘很多新的事物 这是自己享受自己时间的一个 因为快到圣诞了嘛 这一次香奈儿的圣诞限定系列的春彩 是我非常喜欢的 然后我今天涂的也是137号 特别好看 我觉得非常适合秋冬季节 涂上不会觉得特别的干 需要的时候有仪式感 比如说可能化妆的时候吧 口红涂完以后会自己自拍一下 就是一定要给自己留个纪念的那种 包括出门的时候 喷香水也要自己给自己来 我再闻一下那种 就每个步骤都要做到 提名我觉得就是一种肯定了 拿奖如果能拿到当然更好吧 我一直觉得不管得不得奖 自己还是要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 得奖的话就是锦上添花 就是给我接下来 要继续努力做好事情的一个 特别大的动力 比较直爽 比较大大咧咧 对 觉得挺好的呀 就是直接一点嘛 直接一点 坦诚一点 我觉得比什么都好 算是吧 要么不做 要做我就希望可以自己做到尽可能的最好 如果是我非常想要的东西 我会尽我所能去努力争取到它 但我觉得过程是最重要的 过程我会非常努力地争取 结果得不得得到看缘分 邱嘉宁她是一个非常 有自己坚持的一个人 她非常执着非常倔 因为她是一个科学家嘛 执着于自己所研究的东西 然后也非常执着于大爱 可能中间会遇到情感上面的一些 难舍难分的东西 但是她会愿意为了祖国的一些荣誉 包括所有人的研究成果 去舍弃掉自己的私人的一些东西 就是看自己当时有没有特别特别想要的东西 如果想要的比较多的话 可能就控制不住自己 如果少的话 可能自己就会很清楚自己要什么 想要囤的已经很明确了 这是圣诞的限定系列的口红 对吧 而且我自己就嘴上今天涂的这137号 我觉得我可以多买一点 然后送给我身边的人 我前一阵子买了一个 可能不是很多人会知道的一个东西 或者说大家不会想到要买它的东西 就是一种塑料布 它可以有双边贴纸 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经常去出差 或者是进组拍戏就会一下就几个月的那种人 非常适合在家里面 比如说衣柜或者是床 或者是一些什么家具什么 就是盖上面然后给它贴上 防尘的嘛 然后回家再切开 接下来就是会有刚刚说的心跳源计划 然后还有陌生的恋人两部戏 也会继续进组拍戏的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期待